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 为了迎接2024年的到来 世界各地已经在为跨年庆祝活动做准备 据报道 法国29号宣布 新年前夕加强安保措施 在全国范围内部署9万名执法人员 其中6000人部署在巴黎 美联社称 法国今年的新年庆祝活动 将围绕2024年巴黎奥运会展开 包括烟花和凯旋门 声光投影等 预计将有150多万人参加 乡歇利舍大街的庆祝活动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法国恐怖主义威胁非常高 部分原因是巴以冲突 法国警方将首次使用无人机 作为安全工作的一部分 并将派出数万名消防员 和5000名士兵协助安保 30号 英国伦敦正在为跨年烟花表演 做最后的准备 烟花团队表示 今年的烟花秀时长12分钟 1.2万枚烟花将在音乐的烘托下 展示伦敦的多样性 目前该团队已在船上 装载了约5吨烟花 用于水上表演 其余的烟花将在跨年活动 开始前几个小时 安装至地标伦敦演 当地时间30号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对新年倒计时水晶球进行了测试 今年的水晶球 采用了全新设计的灯光图案向历史致敬 跨年夜当晚 巨大的领节图案将在空中闪耀 路透社称当天还将上演一场精彩的现场表演 纽约时报广场是纽约时最具标志性跨年庆祝地点 其跨年夜庆祝活动已有120年的历史 据路透社报道30号上午 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滩 已经集满了游客 准备迎接2024年 里约市长办公室预计 12月31号将有约200万人聚集在科帕卡巴纳海滩 当天将举行跨年烟花表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